哈喽优宝们大家好呀 欢迎你们又回到我们的新疑问 今天呢捕捉到一只生日宝宝 恭喜 哈喽优宝们啊 欢迎来到新疑问啊 很开心参加这次采访 哇就是很热情的跟大家打招呼 首先要祝你生日快乐 谢谢谢谢 谢谢大家 对今天可能之后还有一个采答问题是关于生日的 但是我们先来快问快答 首先第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刚刚看完那个 Fore William的秀嘛 如果让你选择跟他一起做一件事情 唱歌或者是走秀 你会选什么 走秀吧 唱歌就不必了 别人专业歌手 because I'm happy 所以走秀你觉得可以 是不是 走秀我觉得应该比唱歌要稍微好一些 好的我们期待一下 因为跟专业歌手唱歌会有压力 但是可能和拍也说不定的 这我不敢想 不敢想 那平时出门的话会比较喜欢LVsoft的创手戴 还是喜欢Nanobuy 我更喜欢Tronk 因为我家有很多Tronk 因为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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很实用 可以装很多 那他的这个外形的设计呢 就是很经典 对吧 就是怎么飞都不会过时 而且很摆当 对对对真的是 那其实我看今天的造型是靴子吧 那平时如果你出街的话 会比较喜欢LVtrainer还是喜欢靴子多一点 Trainer多一些 但是参加时尚活动呢 可能这个靴子 因为靴子参加时尚活动就显得会正式一点 正式 Trainer的话更适合日常 那今天我看你穿的是夹克吧 那秋冬如果让你选的话 你是更喜欢大衣 更喜欢小的 我家可能 我家可能 对对对啊 大衣可能多一点 啊 对就是更喜欢大衣 是是我就忘了主题了 哈哈 我就忘了是快用快打 然后那如果今天就是要你选一件单品搭配出街 LV的戒指还是LV的项链 项链吧 因为更白搭一些 更白搭一些 戒指的话 我带的比较少 项链吧 那如果爱做一个演员 你是更喜欢 爆发力比较强 还是内心戏比较多 就要怎么看 因为每个角色 它这个是不一样的 这得分场合 都不排斥吧 我可能觉得内心系 我觉得没有选项的答案 我觉得内心系多一点 可能会更加 更加 更加有挑战 更加有挑战 OK 所以就是内心系多一点 我感觉 还有一个问题 如果现在让你去选择度假 你是喜欢海岛 还是喜欢城市 我喜欢 我喜欢 度假 那肯定海岛 忙了 我们今天的快乐快乐 可不成功 我现在反省 有点长进去 好 最后两个就是非常 就是我们额外的小问题 第一个呢 就是昨天是你生日 谢谢 想起问 生日过后 有做一些什么特殊的庆祝吗 昨天去参加了一个party 然后呢 跟这个好朋友 香港的好朋友 还开心 挺开心的 大家为我庆祝生日 那还有一个就是 如果今天让你种草一个单品 会种草什么 棋盘歌手 因为那个蓝色我很喜欢 然后它也很百搭 感觉很清爽 穿上之后 所以下一季肯定会见你 拎到这些包 我会买的 说不定LV会C 好的好的 那我们就期待 我们的手带上身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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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的采访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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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昨天去 哎呀 哎呀 你都现一个小便签掉了 穿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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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昨天去参加了一个party 我们的家里 我们下个月 这样的小便